另外,因為肥小細胞肺癌 各個級別的治療方式可能都不一樣 今天只能把我們的主題局限在局部晚期的方式的治療 顧名思義肺癌就是從肺部的器官裡面長出的惡性癌症 從國健局今年最新發佈的治療看到 在民國96年,肺癌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從細胞的分類來看 小細胞肺癌占了所有肺癌不到一層 理論上是這樣 其他的臨狀、現狀或者是合併的一些細胞型態 是最主要的部分 目前國際上或者是說台灣所採用的治療方式 如果是早期的話大概就是做手術的治療 如果是第二級的話會做手術 那有一些病人可能要加上化學治療 如果說是第三級 也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局部晚期的病人 他的治療會比較不大 可能包括手術、可能包括化學治療、放生治療 或者是只有單純做化學治療跟放生治療 如果是第四期的病人的話 主要還是以抗癌的藥物為主 首先幾張slide先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放生治療可以被使用在局部晚期的非小細胞肺癌 主要是因為從過去的研究 從60年代開始就已經知道說 做放生治療可以改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的存活率 那漸漸的化學藥物越來越進步 那麼醫學的研究者或者是醫生他們就試著把放生治療 再做放生治療的話 那他的存活曲線是比單純做放生治療還要好 所以說有一段時間有許多的病人 是先做幾個循環的化學治療 再做放生治療 那當然絕對不會是只有這樣一個方式 那麼也嘗試著在放生治療的同時 那加上一部分少量的化學治療 那結果一樣看到的化學治療加上這個化學治療 兩個同時做會比單純做放生治療還要好 那麼後續的研究當然又會去比較說 那到底是化學治療跟放生治療一起做 還是說先做放生治療 先做化學治療再做放生治療 對這個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病人會比較好 那在這個兩年前的研究發現 一起做化學治療跟放生治療 對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病人 可能對他的存活來說是比較有幫忙的 那接下來幾張 slide 就是跟大家報告說 放生治療本身在技術上的這幾年的演進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傳統上 那我們就可能照一張S光 然後看到病人這邊有腫瘤 那透過我們現在或者是說 這個醫學的一些儀器 我們可以把腫瘤的這個部位 這個Mapping到這個一般的S光上面 那這個是零八節 那之後在過去在我們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們的治療方式大概就是用一個四四方方的照裂 然後用橘色的部分就是千塊 把不要照射正常的組織盡量的把它擋起來 那原則上就是照有腫瘤的地方 那旁邊可能因為癌症嗎 它可能會往旁邊侵犯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安全的範圍 這個是大概十年前左右 我們治療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可是如果利用現在的電腦斷層的技術來看 這樣的治療方式到底好不好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從前面照 或者是從前面後面照 大概都是符合這樣一個治療方式 那這個就是腫瘤的地方 這裡是腫瘤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這個是正常的肺部 那從這個這個計量圖可以看到 這個正常的肺部跟腫瘤所接受到的計量幾乎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些肺部是陪葬的 那如果從現在的觀點來看 這樣的技術是快好的 但是從十年前的技術來說 這個是大概就是只能這樣做 這是不得已的做法 那隨著電腦的進步 後續可以利用電腦做比較好的規劃 可以做從各個角度來做放置治療的頭地 那可以看到腫瘤的地方在這裡 那原先正常的組織接受到高劑量區域已經減少 那當然換來的是某一些地方 還是接受到比較高的氣量 那後續的電腦當然又一步一步的進步 那現在的治療大概都是相當的複雜 從各個角度給予放射線 那可以把高劑量區域這個預設的區域 比較侷限在腫瘤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用這張範圖來做比較 這是比較早期的方法 就是只能前後對照 那當然正常人類不會 無謂的接受到這個放射治療 放射線的這個補媒這個照射 那如果說後續有電腦的進步 可以做三個空間的治療的話 可以把這個高劑量區的範圍局限在 相對來說是比較局限在腫瘤的空間 那當然現在治療的技術 可以做一個強度調控的治療 把這個高劑量區更進一步的局限在腫瘤的附近 那這個就是隨著時間電腦的進步 那放射線治療也是越來越進步 那大家應該都會聽過所謂影像導引 就是說在治療以前或者是治療的當下 用其他的影像輔助系統來確認 這個病人的治療的位置是正確的 那當然這個是前幾年大家一直聽到 或者是一直提到的螺旋道 那這個就是電腦道 那其他的都是影像導引的機器 那原則上這些機器都是非常的昂貴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要投資這些機器有時候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現在就用幾張的照片來向大家報告 影像導引到底有什麼好處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幫忙 我們在放射治療以前都要幫病人做一個 所謂的這個治療部位決定的影像 那這個是原先設定 假設病人的位置 治療前設定他應該是這個 用這個姿勢來做治療 那這個也是原先設定應該有的位置 可是在治療室的時候治療的當下 每天病人的擺位難免都會有五叉 那這個是治療當天所取得的影像 那我們現在的電腦可以把兩組影像合成來做比對 然後這是病人的脊柱 用文 那可以看到這個用前這個前後的這個S光片 可以來比對這個病人的脊柱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擺設的位置有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 那這是從側面看 看病人的脊柱有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位置 然後如果說有誤差的話可以即時做校正 那現在的電腦都可以告訴我們說 從病人的左右或者是說 往肚子、往背部或者是往頭、往腳的方向 到底有多少的誤差然後來做進一步的校正 那除了照一般的剛剛的S光片以外 那也可以在治療室當下做一次的電腦斷層 然後來做比對 那假設這個紅色的是原先設定腫瘤應該所在的位置 那這個是治療室當下所取得的這個腫瘤的影像 那可以看到 不管是從這個橫切面看或者是重切面看 這個腫瘤的位置都已經離開原先設定的這個部位 所以說電腦目前的電腦可以去做比對 那也可以做校正 那將病人治療室當下腫瘤的位置 這個移到原先設定的位置 那這樣整個治療就會比較正確 可以降低腹作用 那除了說這個位置的誤差以外 事實上肺部是比較棘手的器官 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呼吸 但是在吸氣跟呼氣的時候 肺部的腫瘤就會有一定程度的移動 舉例來說這個是吸氣的時候 我們的橫膈膜會下降 所以說腫瘤就會跟著往下移動 那吐氣的時候橫膈膜是會往上 那腫瘤就會往上 那所以說在治療的當下 病人一呼一吸之間 腫瘤的位置是不斷的在移動 那這樣會造成我們治療的誤差 所以後續的這個電腦的進步 又再次的幫助我們這個 治療的準確性 那這個剛剛提過 吸氣的時候腫瘤往下 吐氣的時候腫瘤往上 那現在的電腦斷層 就可以將病人的呼吸分成不同的階段 然後取得不同階段的影像 那之後我們再針對不同的階段來做治療 我舉例來說 假設我們是用病人吐氣的時候來做治療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偵測腫瘤移動的位置 吸氣的時候是比較接 吐氣的時候是比較低 然後吸氣吐氣將呼吸的循環 那現在的電腦技術大概就可以說 我們就設定在吐氣吐到底的時候 也就是腫瘤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才給放射線的治療 那當腫瘤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就把治療的放射線關掉 那一樣的 在下一次呼吸的循環 它又回到吐氣吐到底的時候 我們再給它放射治療 那所以這樣就可以說 設定腫瘤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再治療 那假設它已經離開它 原先設定氣油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把S光關掉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無畏的照射 降低副作用 那同時在降低副作用的同時 我們也可以提高腫瘤的治療劑量 所以目前的治療方式大概就是 病人的這個診斷以後 我們會依照病人的情況 包括他的疾病的情況 還有他身體的情況 來做決定說 這個病人的治療應該做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組合 什麼樣的搭配 那如果說是方式治療部分的話 大概一般會做25次到40次左右 那會用電腦去做計算 然後再告訴病人說應該要做幾次 那目前進行的方式是每天一次 那例假日休息一次大概5分鐘到20分鐘 那治療的當下病人是不可以移動的 如果有移動的話 我們就會把S光 治療的S光關掉 那重新把病人的位置再矯正到正確以後 才開始治療 那病人最擔心的就是說 會不會不舒服 因為方式治療在傳統上就叫做電療 那病人聽到電療就會誤以為說 會有電的感覺 或者是其他很不舒服的情況 那事實上 在治療的當下 病人是不會有可能的感覺 就像在做電腦斷層 或者是像在做胸部的S光檢查一樣而已 不會有太多的不舒服 就是說抱持一定的姿勢 有時候手腳會比較酸一點點 其他大概沒有什麼感覺 那我們就用自己的例子 來向大家報告 這是一個79歲的病人 那男生有醜炎 那診斷的時候 這個腫瘤已經相當大 那另外他的重隔腔 有一些瘀巴結 那經過我們化學治療 跟方式治療以後 那可以看到 在治療後的兩個月左右 我們做的電腦斷層 原來這個氣功更大的腫瘤 那在這個影像上看到 幾乎是看不到 那當然我們從另外一個切面來看 是看到微微的 有一兩公分左右的這個殘癮在裡面 那另外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因為S光的治療 除了照腫瘤以後 我們剛剛的這個半燈片 就看到旁邊還是會有一些劑量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這裡會有一些 所謂的放射線引起的結巴 那在過去的技術 在過去的時候 這些結巴有時候是非常的嚴重 那病人也會因為這些結巴 而有嚴重的咳嗽 或者是說會有喘的情況 那不過我剛剛有提到說 透過現在電腦的進步 我們可以把放射線 集中在腫瘤的部件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依這個病人來說 這個結巴大概沒有很嚴重 那病人也沒有因為這些結巴 而有什麼嚴重的咳嗽 或者是喘的情況 那當然這些結巴的狀況 大概都要在追蹤 大概半年左右才會比較穩定 有時候剛治療完 這些結巴不會馬上形成 會大概幾個月的過程中 慢慢慢慢形成 那大概半年以後 大概就比較篤定說 這個結巴的最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放射肺癌的這個放射治療 常見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放射線在治療腫瘤的時候 旁邊這個正常的肺部 或者是說 氣管支氣管都會受到放射線 造色有些時候 所以放射線會引起氣管 或者是肺部的發炎 那這時候病人可能會有咳嗽 或者是喘的情況 那大部分的病人 我們都會開抗發炎的藥 讓病人吃 那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順利做 那剛剛有提到 有一些病人會留下 比較明顯的結巴的情況 會有咳嗽或者是喘喘的 很嚴重的 在過去的經驗上是比較多 那現在的技術大概 大概10%左右的病人 會留下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治療的部位是在肺部 那肺部的地方是有死道通過 胸部的地方 那有時候在照射腫瘤或者是淋巴結的時候 會不得已會照射到一部分的死道 那造成死道的發炎 那病人可能在兩三個禮拜開始 會覺得說吞東西 稍微不舒服 或者是甚至說比較疼痛等等 特別是如果有加上這個化學治療的話 這個副作用是會比較高 那這時候我們大概會也是一樣 開藥物給病人吃 然後大部分病人都可以順利做 那這些副作用大概就是兩三 放射治療結束以後兩三個禮拜 大概都會恢復到不會像說這個 肺部的部分會留下長期的 或者是慢性的副作用 所以最後這一張 slide 就是跟大家 或者是說跟肺癌的病人做一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請呼吸菸 為吸菸者不要吸菸 再吸菸者就是應該戒菸 然後另外要請大家 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吸菸 因為如果吸菸的話 當然會引起很多的癌症 或是只有肺癌 還有其他的癌症 那另外吸菸的話 也會讓方式治療的效果打折 另外也會讓這個副作用提高 那這個都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應該定期檢查 沒有病的人應該要定期檢查 生病的人應該定期檢查到最終 這個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 那如果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還是要請教 專業的人員來做進一步的確認 或者是判斷 那之後對自己的病情 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那跟醫生好好討論 什麼樣的治療會得到什麼好處 那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副作用 那病人家屬的醫生一起討論以後 那做一個決定 然後再配合醫生的安排來做治療 那原則上肺癌的方式治療是應該是安全 然後依照國外的資料也好 我們自己的資料也好 都可以確認這是一個有效的治療 那當然這個剛剛提到 治療大概都要 我們來給你 賣掉 我們就能把